公元一七零三年九月初 清朝的康熙皇帝结束北巡和围场狩猎活动之后 归途中路过五列河畔 热河泉一带三轮起伏 东山浊然耸立的盘锤峰与周围的景色相应乘去 康熙皇帝看中了这块冬暖夏凉 又有热泉一身的风水宝地 于是他下令在这里筑笛峻湖辟至园林 营造热河行宫 一个集中国南北园林之盛的皇家公园 就这样出现了 避暑山庄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成德市 其总体布局为前宫后院 宫殿区是皇帝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地方 院井区位于山庄的后部 包括湖泊 山岗和草原 山庄内的建筑物不假修饰 大量使用青砖 灰瓦 圆木 淡薄 自然充满了山野田园的情趣 避暑山庄的正宫建筑群 按照传统帝王身居九重的规矩 由大小不同的九进院落 组成前朝后勤的格局 淡薄净成殿为主殿 全殿后来又用不雕漆的楠木重新改建过 古朴素雅 所以又称南木殿 每到阴雨天气 整个宫殿就会散发出南木的淡淡清香 淡薄净成殿呢 是避暑山庄内举行重大庆典的地方 清朝的皇帝曾经在这里多次接见外国使臣和来自不同部落族的民族首领 比如像从福尔加河畔回归的土耳呼特部的首领 沃巴西 像西藏政教首领班禅六世 都在收到国王的接见 避暑山庄呢 又不仅仅是秦王朝一般意义上的下级行功 实际上呢 它已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又一个政治中心